各位觀眾你好 我是李曙芳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全方位 台北股市在今天裡面來講話 在昨天跌破了無均線 今天持續的下跌 下跌了114點 瘦在16347點的一個位置 那我們在今天裡面 就把整個大盤跟產業上面 來很詳細的來告訴大家 其實台北股市在今天裡面 有人在怕 怕的是什麼 萬一台北股市又破了 之前的一個低點再創新低 破了之前低點16162 今天是16347 如果再破會怎麼樣 我說如果我們做最快的打算 如果破就是再做明天 假設 那我就問大家一件事情 如果它明天就破 請問它的KD指標會不會背離 它還是會背離 所以你在今天 你本來就要做好明天的一個打算 假設 明天的台北股市 它是大跌 跌破之前低點16162 我就跟大家講 你不應該殺股票 因為它的技術指標 它是背離的 這是極短線 長線上面 我們也有跟大家講過 以葛蘭幣八大法則 來告訴過大家 我說以葛蘭幣八大法則 整個一年之前 大家要先看一年之前 一年之前的10月份 是扣在這裡 年限是扣在這裡 請問年限扣在低 年限是保持向上的 那葛蘭幣八大法則 在長線上面 是不是跟大家講 接近它 靠近它 你不可以去做殺低的動作 台北股市現在是一個 中段的修正跟整理 它需要時間 因為它是中線上面的修正 可是在這個時間點 它的長多的架構 有被破壞掉嗎 它其實是沒有破壞掉的 所以我在之前一直提醒大家 如果你真的會怕 你就不要去買股票 持續的可以去做觀望 因為你看這個市場上面的 資券的籌碼 你就看得很清楚 你就看得很清楚 這個時間點裡面來講 融券是上來的 整個一個融資是下來的 現在裡面來講的話一定 你翻開報紙 你看很多的新聞媒體上面 一定會有很多的利空 它會有很多的利空 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的個性 你會跟著市場上面去做起舞 我就建議你這個時間點去做觀望 因為目前市場上面來講 我就問大家講的一件事情 台灣我說過真正的三個問題 你要去做注重的 一個新台幣貶值 新台幣貶值外資就很容易 賣超0050的全資個股 很不幸的 是我在之前在這個節目裡面 有說過 我建議過我們的國家 改成平均指數 不要加權指數 你加權指數 你拿外資只要拿50檔 它就可以控制你的期貨 控制你的選擇權 控制你的指數 不是就是這樣子嗎 但是如果沒有改 我們就必須要去認同它 它就是這樣子 你的台幣的貶值 你基本上而言 你就會被外資賣超龍頭型的 全資個股 這跟你的基本面 一點關係都沒有 第二件事情 大陸來講的話 大概就講了一堆 什麼恆大事件 恆大事件之後 又講了另外一個地產公司 三個字的 我就不多談 美XX 我就問大家一件事情 它跟恆大事件能比嗎 20億有什麼好講的 對不對 大陸的一個資金上面 20億你也拿出來講 你看它每天都告訴你 一個新的地產公司 新的地產公司 光是你中國大陸 最大的就是恆大 恆大事件上面來講 那會不會有很大的問題 我就跟大家講 台灣很奇怪 把所有的事情 都包在台灣的身上 大陸的股市 到目前為止 都比我們台股來得強 在之前我跟大家講的 長線上面支撐 3200點 到現在都沒有跌破過 我巴不得 它跌到3200點 它都沒有跌破過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過 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當然今天韓國股市 也大力的反彈 就是來自於三星 這一類型的公司 它呈現了大漲 還有一些現代汽車的股價 它呈現了大漲 所以我說台灣股市 在這個時間點 當你昨天破了五日均線 你就要知道市場上面 在目前 因為它是在一個 時間性的整理 在一個複合底型 它會多空各自表述 在多空各自表述的時候 你買股票 你就是要有信心 而且你要有耐心 因為現在就是中斷的整理 中斷的整理的一個結束 它一定是靠量人 這個量人出來了 它才是結束掉 這個量人沒有出來之前 這個複合底型就是什麼 就大家看壞跌的時候 你去買就對了 大家說好 你去賣就對了 這個就是複合底型 我在之前用過很多的一個 股價告訴過大家 我在之前跟大家講 譬如說聯電好了 我們把它圖 稍微來講話 開始放大給大家看 聯電這個時間點破 破又怎樣 複合底就是這樣 對不對 它一直靠什麼 一直要靠這個量出來了 它才改變它的複合底型 不然是不是就是黏在這裡 就是黏在這裡 大家要了解到 所以你複合底說破線 轉強沒有意義 除非一直要有量人的出來 它才是改變它的形態 現在的聯電 它的走勢比較弱 我就跟大家講說 因為大家一直在等待 等待一件消息 等待一件消息就是 你的聯電 你到底要不要漲價 因為我說過台積電 它現在它的一個漲價 它是造成 現在大家說的基本面上面 基本面不是不好 而是大家在等待 你的水落石出 因為台積電跟聯電 世界先進 還有中國的中興 華鴻 全部產能都滿載 滿載在這裡 所以你的訂單能夠接的 就是在這裡 你要嘛就是股價拉回來 你還有空間 要嘛你就是漲價 有空間對不對 現在聯電裡面 因為聯電當時有的 第三季的漲價 它還沒有像台積電那麼多 台積電一次漲20% 還沒漲 所以大家就在擔心 那是不是 因為現在裡面來講 的確很多成熟製程 什麼驅動IC 記憶體 MCU 都看到了什麼 看到在之前的屯單 因為之前拿不到金元代工的訂單 拿到去賣大賺對不對 所以我才會說台積電 不讓人家吃豆腐 就一次漲價 你要嘛你就是消化你之前的庫存 你要嘛你就是能夠去做轉價 但是能不能夠去做轉價 它能夠馬上讓你看得到嗎 你看不到 加上電子個股 第四季是淡季 它就會產生這樣的問題 所以大家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我覺得在這個時間點裡面的 台北股是 複合底型多空各自表述 我一直在告訴大家 多空各自表述 你要做多 你就是要有信心 你要有耐心 在這種過程之中裡面來講的話 沒有出量之前 你就是看複合底型 沒有出量之前 就是震盪 像台北股市今天震盪低階 或是低階一些低位階的個股 這是你要留意的 現股的操作 不要持股超過7成 那一直要到什麼 新台幣的一個質貶 它才會有利 那現在它的問題就是 新台幣貶值 晶圓的滿載 大陸的限電 它這個都是有問題的 大陸的限電 我昨天就講 大陸的限電 它不是像大家想的 通通限電 沒有 它看產業 它就已經決定 半導體的產業 不限電 不限電 你是污染性的產業 你限電 但是這個限電 到底是要打死 他們中國大陸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跟大家講說 如果是這樣最簡單的一件事情 你看股市就知道了 它從3200點一路漲 漲到現在3560 你到今天還在開低走高 它就不是要打死 中國大陸的一些的企業 它而是要做什麼 而是要做企業的轉型 跟所謂的碳中和 大家一定要了解到 中國大陸的限電 是它要去做到 它承諾給世界大國裡面的 碳中和的承諾 碳中和的一個承諾上面 高污染的 它就一定跟你限電 因為你每一家公司裡面 就會跟這個地方政府上面說 我要用多少電 對不對 你就在那個電裡面 來講話去用 超過我就跟你限電 就是這樣 所以我昨天才會講到說 一些高污染的 有一些什麼PCB那些 還是會影響到 但是問題是 大家要先想清楚 第四季是不是電子個股的氮劑 它是 所以在這種過程中 它的限電 它一定會對有些PCB公司 裡面產生的供給面的一個減少 對不對 可是11月份之後 本來就是電子個股的氮劑 另外一部分 你因為供給面的減少 會產生什麼 會產生你的價格的上漲 所以PCB的一個產業 你一定要留意到 留意到什麼 留意到你要去留意的 就是ABF而已 ABF的漲價上面來講 你自己要去做留意 另外一部分 中國大陸的限電 它會產生什麼 我說長期之中 它會對綠能 綠能它分成很多 太陽能是綠能 風力發電是綠能 除能是不是綠能 它也是除能 它會對這三個產業 產生長期的影響性 因為每一個公司要達成碳中和 它可能就要去做這方面的投資 就像特斯拉 特斯拉真的有賺錢嗎 大家知道特斯拉在之前裡面來講 根本沒賺錢 它是在買賣碳權賺錢 所以未來的綠能 它也會造成長期之中 因為拜登跟川普就是不一樣 現在全部的原物料 我告訴你 現在都是因為很多人 又要馬會跑 又要馬不吃草 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性 什麼叫一定的影響性 你又要碳中和 你又說不要通貨膨脹 哪有這麼好的事情 你本身就要用出的一些成本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間點 綠電類裡面來講的話 你不要用去追高的方式 我說它最壞的過程 它也過去了 它有很多是來自於什麼 它上游的系 系裡面的一個漲價 它會造成整個碳能報價也上來 加上中國大陸 在未來裡面來講 台灣太陽能跟LED吃不到什麼 吃不到中國大陸的訂單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好事情 中國大陸鼓勵他們的企業 裝太陽能 中國大陸鼓勵他們的企業 用綠電 中國大陸鼓勵他們企業 要維持到碳中和 所以這個部分裡面 長期在綠電業裡面來講的話 你自己可以去做一些的留意 所以台幣股市在最近裡面來講說 第一個 你所有的龍頭型的權值個股 你的壓力是來自於什麼 是你的基本面的問題嗎 還是來自於新台幣的貶值 你要先搞清楚 第二件事情 整個市場上面來講話 我就跟大家講 一點邏輯都沒有 什麼叫一點邏輯都沒有 美國它已經開始拉高 高舉在上限到12月份 我說美國能夠支撐美元最強是 來自於它的GDP的成長率 經濟好 我沒話說 可是當你要把你的財政 赤字拉高的時候 請問你美元能夠升到哪裡去 尤其是新台幣升到 1比28.1以後 你要升到哪裡去 再過來我再問大家一件事 如果全世界的股市都往下走 亞洲的股市 美國股市都往下走 他會升息 你再去想講看川普在過去 怎麼運用這一些問題的 他會升息嗎 然後市場就說 美國的點狀圖有 本來有7個人變成9個人 贊成明年升息 我就跟大家講說了 點狀圖裡面 大家看空告訴你 有7個人變9個人 說明年要升息 怎麼不講2023年升息的更多 所以我說市場上面的消息 你自己要去做選擇 如果股市這樣下去 你覺得明年美國會升息 說債是一定的 但是整個升息 我覺得如果照這樣下去 是不可能的 升息的基本條件一定是就業率 他現在讓美元強 就是要去抑制什麼 通貨膨脹 抑制完通貨膨脹 再來搞一個基礎建設 我認為美國的如意算盤就是這樣子 所以投資朋友自己說去留意 所以我覺得新台幣的質疊 才會有利於0050的成分個股 當然台積電 它在明天的法說會非常的重要 它能不能夠在第三季 毛利率高達50%以上 它現在營送已經符合率期 第四季 淡季之中 還能夠維持0到5%的成長 這樣的話對整個台北股市 它就會有正面的幫助 我們進一段廣告之後 在針對目前一些的個股上面來講話 來介紹給大家 就是你要如何從這裡面 去選擇趨勢性對的產業 因為我已經跟大家講了 金元代工的產能 到明年上半年就是滿載 你要如何去選 在整個一個趨勢上面是對的 這樣的話可能對你的 整個一個資金上面的運用 因為資金是有限的 你不是像政府基金 每一天買 然後每一天跟整個外資對坐 你在這個時間點 你買什麼樣的個股 是會比較好 我們等一下進一段廣告 再告訴大家 你好 歡迎回到股市全方會 對 蜀方沒有試試而非的答案 短期之中 台北股市只要接近年限 年限是保持向上的 你沒有悲觀 而過度殺低的一個理由 在目前的台北股市 就是中斷的整理 等待什麼 基本面的水落石出 我說過這個部分裡面 就是來自於成熟製程的 重複的下單 這才會造成最近裡面聯電 它的一個跌幅比較重 因為聯電始終沒有宣布 它的一個漲價 這是最主要的原因 因為台積電的一個漲價 它就會產生能見度比較高的 就是來自於IP服務公司 譬如說力旺 智源 或是世新這一類型的公司 但是我們說過 因為他們漲多了 我並不建議大家過度的追高 第二個部分 就是在美台貿易大戰 台灣必須要去做參與的 就是來自於第三代的半導體 第三代的半導體 不會說把第一代跟第二代 就不見了 不會 它們是平行中的空間 有第三代的半導體 有第一代 有第二代 第一代是系 第二代是生化甲 第三代就是碳化系 跟氮化甲的部分 第三代的半導體 這裡面來講話 譬如說環球晶 在今天裡面來講話 因為我剛才有談到綠人 所以今天裡面的太極 它是滿強的 環球晶結合到太極 它是做4寸的碳化系的基板 已經出來的 他們這裡面還有什麼 碳化系的二極體 還有蓬塵 這是他們同一個集團 還有氮化甲的部分 是洪捷科 另外一個不要忘記 只有到這些公司裡面的一些 不管我剛才說的洪捷科 或是環球晶 它是一家公司叫做中美晶 中美晶它本身來講的話 今年大約可以賺到12塊左右 是少數太陽能公司裡面 可以賺錢的 因為它來自於矽晶圓 它的配息率大概有8寸 所以大家也可以留意 股價相對的比較低 4934的太極 它是比較強勢的 至於在元晶跟安極的部分 是來自於它本身來講 就是綠電的一個概念 第二個部分就是來自於 在整個壘晶的部分 壘晶的部分裡面來講的話 它就分成了加晶 加晶是因為持有漢磊 全新的部分是因為 它已經做出來淡化系到什麼 碳化系 或是淡化系到所謂的系的部分 它是壘晶的一個制衡 但是它的持有比例 我剛剛講 像這一些除了紅燦雷以外 全部占營收不到10% 他們都是開始有量產出來 那就有機會 整個全新的部分來講的話 它是在攝平的部分 國防 我們台灣的國防事業上面 已經有開始使用了 現在已經開始小量生產 加晶是持有到漢磊 穩茂跟宏傑克 我剛剛就講 宏傑克本身就是 盧先生集團之一 漢磊 因為在這裡面來講的話 只有漢磊 第三代的半導體 佔營收的比重已經高達10% 所以它的獲利的跳動值 因為第三代半導體的跳動值 它會最快 所以它馬上 一成而已就虧轉贏 未來裡面你再想 一直在增加的話會是多少 這個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台積電跟世界線進還是做得很好 不過今天講到台積電 我要說真的 其實我很仔細看了台積電 接受美國雜誌的一個訪問 我覺得我們在政治上面 可以跟美國非常的好 但是在經濟現實上面 我覺得我們的政府 也應該幫台積電做點事 台積電就有講 他去美國去做設廠 一點都不合乎經濟效益 成本有夠高 你再反觀回來 在今天有個消息 就是說日本也邀請台積電去設廠 你知道日本是怎麼樣嗎 你出一半 我出一半 8千億 你出一半 我出一半 然後幫Sony去做 CMOS的一個設廠 美國呢 所以在這種時間點裡面 台積電說美國 他應該專注他自己本身的 譬如說HPC的 揮打他們的一些的設計 AMD的一個設計 然後他自己本身來講的話 專注在他自己本身的 晶圓代工 否則成本實在是非常的高 所以美國自己應該去想想看 你用政治力 像台灣這樣子的話 這個我覺得就沒有 老大哥的一個風範 這個部分大家自己留意 另外部分來講的話 他是在所謂的材料分析 跟檢測業務的話 他就是在鴻康 你可以看得到 整個漢磊 我們是做了非常多次的 從70幾塊錢 大家應該知道15 159 台北股市最低點 我們就開始做70幾塊的漢磊 在最近裡面 就是在之前的最低點 8月20號 90幾 80幾 買 我說折強勢的買進 我都有講這句話 有時候在低檔 你要敢折強勢的買進 漢磊一路漲 漲到多少 漲到130塊 然後再下來再買 後來又漲 漲到多少 最高漲到132.5 我說這個正乖離太大 你可以做個差價 正乖離太大可以做這個差價 今天你看他最高 今天最高又漲到多少 又漲到131才下來 所以很多活潑性的個股上面 你要了解到原因 而不是你看他不順眼 我說多空各自表數 這是大家自己去看的 全新的部分裡面來講的話 他也開始拉回來 他好處就是他在這邊有對角 目前我說這些個股上面來講 他的好處是 他雖然第三代的半導體 還沒有辦法量產 但他的PA PA明年會復甦 跟所謂的聯發科 第四季也不行 但是明年有機會復甦 也就是他可以賺到5塊錢 是第三代半導體裡面來講 本一比並不是太高的 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另外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剛剛也談到 不管是你的環球金跟太極 或是大家講什麼中華化 那個就是一個題材 你自己要去了解到 未來裡面第三代半導體 靠的就是資源的一個整合 整個MIH的部分 在之前不到40塊 我們在這個節目裡面 是不是就有講過育龍 我說最值得留意的 大概就是育龍比較低價 當時候是不到40塊 沿路以來漲上來 我再次的提醒大家 育龍之後我也跟大家講 雖然大同很強 但是我並不希望大家 用融資去做買進 你有看過我鼠方告訴大家 你批命買融資買 你每一天買 每一天 我在這邊在每一天節目裡面 都告訴你哪一支股票是漲的 這樣有意義嗎 我就沒有意義 大同我本來就跟大家講 是盧先生裡面來講的話 他後來比較先進切進去的一檔個股 但是你的融資下降對他絕對是有幫助的 而且你不要忘他要洗外資的籌碼 這是大家自己說 今天最高又回到35塊錢 大家自己去做一些的一個留意 至於ABF的部分 我在今天就講說 PCB一定會受害 但是ABF的部分 他不會受害 他會漲價 第四季產能會擴出來的是南電 而且南電他設廠擴產在哪裡 在南亞電子 你覺得南亞電子會沒有不斷電的系統 沒有除能的系統嗎 這是你要自己去思考 至於在景碩的部分 在今天裡面他就是補碟 補碟 因為他的佔的比重 他是最小的 我也跟大家講說 你不要看你便宜 每次看人家漲 你就去買3037的星星 你要等他融資的水位退 而且外資的手上比較多的 他就是這一檔個股 你這一要等到融資退 你再去做一些的留意 未來裡面來講的話 我的看法是不變的 在長期之中 譬如說Spec X的 起機70塊錢以下 然後美食100塊錢以下 我的看法是沒有任何的一個改變 在這種過程之中 你不一定要去追逐 每一天的強勢個股 而且不要過度的追高與殺低 你回頭去想想看 昨天的貨櫃個股是什麼 今天的貨櫃個股是什麼 你今天去追 明天的貨櫃個股又是什麼 所以在複合底薪 只有一個重點 不要過度的追高 在大盤殺的時候 你去做低接 那是最好的方式 第二個我在這個節目提醒大家 如果大盤破錢低 16100多點的時候 一定要冷氣下來 回頭去看日KD指標 如果日KD指標 並沒有同步創新低 你反而要去尋求機會 同低布局的機會 所以在這個時間 我的看法不變 只與世堅重操作 前進第四季的個股 趁著廣告時間點 打電話進來 跟上我們在未來 全新的投資組合 可真接著 早朝視頻 都一樣 不要過 早朝視頻 打電話進來 獄 包